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对女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护照 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 其实它是让我们更美丽 它好像雕塑着我们 然后让我们在一些地方磨得更亮 然后更加的就是 可以发出 它想要我们发出的光辉 非常的欢迎大家 能够来到10月19号 20号的可以勇敢女性特会 非常期待在那天 跟大家一起去享受 非常美好的内容 欢迎你来哦 好 我对女孩子的投资理财 其实是最有负担的 那这跟我自己的经验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是从负债开始 那我从负债还钱 到学习投资理财 这整个路程 我觉得女孩子在学投资的过程 很需要女性群体的扶持 也需要一个女孩子的过来人经验 来引导 因为我一直觉得 理财是一套生命管理的学问 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的小组里面 可以跟姐妹们分享 不仅是怎么样跨进这个理财的领域 让大家能够在自己有限的资源 做最大的运用 其次其实因为 我觉得女生一辈子都会面临到 两性关系的这一堂课 所以其实在这堂课里面 我也想带进两性经济学的概念 希望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小组里面 可以学到跟 从你未婚到已婚 可能所有要面对到钱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叶小琪 我是投资理财讲师 很期待在10月19、20 姐妹特会看到大家哦 在10月19,20